第三章信念,在脑海里目睹并肩性欲望实现 通往致富之路的第二步 信念是大脑的首席化学家 信念与思想的振波结合时,潜意识思维 会立即探测出这种振动,将其转化为精神对等物 如果你许愿或祈祷 它还能将这种振动转化为无穷的智慧 在所有主要的积极情绪中,信念、爱和信是三种力量最强大的情 感 三者融为一体时,能以一种立即到达潜意识的特殊方式影响思想症 动得色彩,并在潜意识思维中使自己变成精神对等物 而这种对等物 也是又使无穷智慧,做出回应的唯一方式 爱与信念是心灵层面的,与人的精神有关 而信则有生物层面的东 西,与肉体有关 这三种情感融合或混合之后,能有效的在人的有限思 唯于宇宙的无穷智慧,之间打开一条直达通道 如何培养信念 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自我暗示原理,我们能凭借对潜意识思 唯的反复确证或重负指令,来激发或树立信念 举个例子 不妨想想你 读这本书目的何在 不用说,目的在于得到一种能力,将欲望产生的无 行思想冲动转变成与其对等的有形物质,金钱 正如第三章,自我暗 是,和第十一章,潜意识思维,中概括的那样 你如果按照,自我暗示,和潜意识思维,两章要求的去做,就能使潜意识思维深信你能心想事成,反 过来,潜意识思维又会以信念的反馈方式,告诉你他会按照这一意见 采取行动 之后,他便会制定明确的计划,实现你想要获得的东西 一个尚未拥有信念的人怎样树立信念呢? 这很难描述,几乎难得像 给一个从未见过任何颜色的盲人描绘红色一样 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餐 照物和你描述的颜色进行对比 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你也许掌握13条 原则之后随时都能树立它 因为这种精神状态是通过运用这些原则自发 形成的 向潜意识思维反复确证某些指令 这是目前所知的自发形成信念的 唯一方式 也许通过对以下有关犯罪分子犯罪动因的解释 可以更清楚 的了解信念的含义 一位著名形式专家曾说 人们在第一次接触罪恶 行为时会深恶痛绝 如果他们与犯罪分子持续接触一段时间 就会变得 习以未尝 见怪不怪 如果接触的时间再长一些 他们终会接受它 并 受到它的影响 这等于说 反复向潜意识思维传递的任何思想冲动 最终都会被潜 意识思维接受并贯彻执行 潜意识思维能通过现有的最实用手段 将这 种冲动转变成与其对等的客观物质 一切带有情感色彩并与信念相结合 的思想冲动 都会立即着手将自己转化成与其对等或对应的客观现实 思想中的情感或感性部分 是赋予思想以活力 生命力和行动力 的重要因素 与信念 爱和性这三种情感独立起作用相比 三者在合谋 总思想冲动融合时 会产生更强大的行动威力 不仅是与信念相结合的 思想冲动 甚至包括那些与任何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相结合的思想冲 动都能到达并影响潜意识思维 从这段话中你将懂得 潜意识思维能枪自身转化成客观对等物 那 怕思想冲动从本质上看具有消极特征或破坏性 它也能向转化本质上具 有积极性或建设性的思想冲动一样 轻而易举地让其变成现实 这也是 它能解释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可怜虫或倒霉蛋 这一现象的原因 许多人坚信自己注定会贫穷和失败 因为他们相信世上存在某种 无法控制的奇特力量 他们的不幸是自己创造的 因为他们的潜意识 思维捕捉到了这种消极信念 并将其转化为客观对等物 我有必要再次提醒的是 如果向潜意识思维传递 我希望对物质祸 金钱的期待能转化成客观对等物 这种欲望 那么你很可能会从中受 一 因为当你处在满怀期望或信心的精神状态时 这种转化便能真的发 深 信心或信念是决定潜意识思维行动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通过自我按 是给潜意识思维传递指令 那么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你欺骗潜意识思 唯 我恰恰就是这样对儿子的潜意识思维进行欺骗的 当你召唤潜意识 思维时 如果想使这种欺骗行为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不妨表现得像你 已经拥有极切渴望的真实事物一样 潜意识思维能尽量通过最直接 最 可行的手段 将任何指令变成客观对等物 只要传递指令的环境有利于 指令贯彻执行即可 不言而喻 我们这里说了很多 目的都是为了向你提供一个起点 通过实验和练习 你能从这个起点出发 获得将信念与某众传达给潜意 实思维的指令相结合的能力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仅仅读一读这些内容 还远远不够 如果人可能由于接触罪犯而成为罪犯 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 时 那么同样可以认为 人可以通过主动向潜意识思维暗示 我有幸 念来树立信念 天长日久 潜意识思维便会迫于这种具有支配作用的 外界影响 产生与该信念同样的属性 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为什么 激励积极情绪来支配大脑 同时阻止并消除消极情绪 对你是多么重 要 由积极情绪支配的思维 会成为我们称之为 信念的精神状态的理 想七席地 受到这种情感支配的思维 能够做到随时向潜意识思维传递 指令 而后者则立即加以接收并照此行动 信念能由自我暗示又发而生 古往今来 宗教学家一直告诫受苦受难的人类要对这对那 有幸 心要相信这样那样的教义或信条 但就是无法告诉人们怎样才能数 立信念 他们并没有说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 而且可以由自我暗示又 八 我们将用每个正常人都能理解的语言 将我们对该原则的认识全部 描述出来 通过这条原则 可以在心中树立起信念 要相信自己 相信上苍的智慧 开始之前 必须再次提醒你注意 信念是一剂 永不失效的灵丹妙药 能赋予我们以生命 力量和惯 撤思想冲动的行动 以下句子值得你读上两遍 三遍乃至四遍 而且值得你大声朗读 信念是一切财富鸡肋的起点 信念是所有无法通过科学法 则进行分析的奇迹和奥秘的基础 信念是我们所知 唯一能医治失败的良药 信念是一种元素 在与其倒结合时能产生 化学反应 使人能合育 咒得无穷智慧 直接交流 信念是一种要素 能将人的有限思维产生的普通意念振动 变成为 精神对等物 信念是开发和运用 无穷智慧的宇宙力量的唯一介质 前面介绍的每个人都能作证 证据简单而明了 它就隐藏在自我暗中吸引其他类似或相关的想法 用情感进行词种 词化的想法好比一粒种子 种在肥沃的土壤里 它就能发芽 成长病不断繁衍 直到使最初很小的一粒种子变成无 树同棕同源的种子 大气是一种伟大的宇宙物质 具有永恒的振动力 这种振动剂包括 破坏性振动 也包括建设性振动 无论何时 它都既能传递恐惧 贫 穷 疾病 失败 灾难的振动 又能传递富足 健康 成功和幸福的振 动 就像传递管弦乐队能以无限电波为媒介 传递数百个乐器 数百名 歌手的歌声一样 每种乐器和每名歌手的声音都各具特色 人脑不停地从大气中吸引与自身占主导地位的意念相一致的振波 人脑中怀有的任何思想 看法 计划或目的 都会从大气的振波中吸引 一大堆 一气相投的同类 通过这些同类来发展壮大自身力量 直到成 为支配并激励个人动机的主导者 现在 让我们回到起点 看看想法 计划或目的最早的种子怎样在 脑海中扎根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 任何想法 计划或目的都可以通 过思想的重负而在头脑中种植 这便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让你将主要目标 或明确的主要愿望写成一句话 牢记于心 日复一日的大声诵读 直到 这些声音的振波进入你的潜意识思维 我们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由于通过日常环境中的刺激物 挑 选并留住了与内心意念相一致的思想振波 断然摆脱任何不合一环境的影响 重建有序的人生吧 清点内心深 处的资产和债务 你将发现自己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自信 其实 在自 我暗示法则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克服这一缺陷 将切诺变成勇气 这条 原则的运用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过程来实现 就是对写出来的积极思想 冲动合理排序 并牢记于心 不断重负 直到它们变成你头脑中潜意识 思维的一部分 自信准则 一 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实现人生明确目标 因此我迫切要求自己未实现 这一目标采取不懈的行动 此时此刻我就承诺要采取这种行动 二 我知道 我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最终会以外在的 有形的形 未体现出来 并慢慢地将自己转化成客观对等物 因此 我每天要花三 零分钟时间 全神贯注地想象自己将来应该是什么样 从而在脑海里行 陈奕芙能精准描绘这种样子的清晰心象 三 我知道 通过自我暗示法则 我在心中坚定地怀有的任何欲望 都能最终以某种能实现欲望目标的有效手段表现出来 因此 我每天要 专门花十分钟 不能使所有相关人受益的事 我可以通过 增强自身力量 套别人的帮助来取得成功 我会在为别人服务的前提 下 感化别人为我服务 我会通过为全人类奉献爱来消除仇恨 嫉妒 自私和讥讽 因为我知道 若以消极态度对待别人 我自己就不会成功 我要用实际行动促使他人相信我 因为我不仅相信他们 也相信自 计 我要在这条自信规则上亲笔签名 将其牢记于心 信心百倍的每天 大声诵读一遍 这种信心将慢慢影响我的思想和行动 其影响之大 会 使我成为一个自立的成功者 这条规则揭示了一条 迄今尚无人能合理解释的自然法则 它让各个 时代的科学家大获不解 心理学家称这条法则为 自我暗示 法则 而且 这一说法沿用至今 我们怎样称呼这一法则已经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只要我们建设性地运用它 它就能给全人类带来光荣与成功 反过来 将 如果破坏性地运用它 它也能轻而易举地带来破坏性后果 在这句 话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条非常重要的道理 有些人之所以在失败中成 轮 在贫穷 悲惨和失忆中了此一生 是因为消极地运用了自我暗示法 则 就其原因 是因为一切思想冲动都有在物质环境中自我彰显的轻 像 潜意识思维像个化学实验室 在这里 一切思想冲动都相互融合 等着变成客观现实 潜意识思维没有甄别建设性思想冲动和破坏性思想 冲动的能力 我们给它为什么原料 它就通过思想冲动来加工这些原料 潜意识思维能够将勇气或信念驱动下的想法变成现实 也能同样轻 松得将恐惧驱动下的想法变成现实 翻开医学档案 到处可以看到暗示性自杀的例子 一个人可能有 于消极暗示而自杀 其效果与通过其他手段自杀一样 在美国中西不一 做城市 有一位名叫约瑟夫 格兰特的银行官员 在为金刑长同意的情 框下擅自 借了银行一大笔钱 但随后又在赌场上挥霍殆尽 一天下 5.银行机查原来核对账目 格兰特离开银行 在当地一家旅馆开了个 房间住下 银行机查原三天后找到他的时候 他躺在床上痛哭流涕 爱 深叹气 嘴里不停地说 天哪 这会要了我的命 我真丢不起这个 脸 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医生宣布这种死法属于精神自杀 正如电如果运用的当就能驱动工业车轮 提供有效服务 一旦运用 不当也能致人与死的一样 自我暗示法则既能枪你带向和平与繁荣的比 暗 也能让你坠入痛苦 失败和死亡的深渊 这取决于你理解与运用它 的程度 如果你在连接并运用无穷智慧的力量时 掺杂了恐惧 疑虑和不幸 认 那么自我暗示法则就会接受这种不信认 把它当成一种可用于疆恐 聚变成现实对等物的模式 这句话就像2加2等于4 那样毋庸置疑 就像狂风将小船一会而吹向东 一会而吹向西一样 自我暗示法则既可能帮助你 也可能毁掉你 这取决于你采取什么方式让思想之周起 行 自我暗示法则能让任何人取得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 它可通过以下 失聚准确描述 如果你认为自己会败 那么你已经失败 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敢 那么你的却不敢 如果你想胜利却又怕不能取得胜利 那么几乎可以断定 你与胜利无缘 如果你认为自己会输 那么你已经输了 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 先有愿望 后才有作为 一切均取决于精神状态 如果你认为自己着耳不群 必然就认为自己会高人一等 只有首先至存高远 相信自己 而后才能获得胜利 人生赛场的比拼 并非永远是力量和速度 总有一天 相信自己能力的人定能胜出 望达到的高度 正如音乐大师能从小提琴琴弦流淌出最美妙的音乐旋律一样 你也 能让沉睡在大脑中的才华 把你推向渴望实现的任何目标 亚伯拉罕 林肯在四十多岁前无论做什么都以失败告终 他一直是个 平庸的无名之辈 直到有一次重要经历闯进他的生活 唤醒了他心中和 头脑中沉睡已久的天赋 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个真正的伟人 这种精 力融合了悲伤与爱的情愫 这种情愫来自于他真正爱过的唯一女人安 你 拉特利奈 爱的情感与信念这一精神状态极为相似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爱 很容易将人的思想冲动转化成精神对等物 在调查研究中 我对数百名 沉寂卓著的男士的生平和成就进行分析之后发现 几乎每个成功者的被 后都离不开一位女性爱的影响 人的心灵 和大脑中爱的情愫 形成了一个磁力强大的磁场 十大气 中漂浮得更强烈 更优质的振波像一起汇集 不妨通过一个名人的事例来分析上述内容所证明的信念力量 这个 人我们无人不知 他就是印度 他就是印度圣雄 他就是印度圣雄甘地 此人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的 典范 他证明了信念的无限潜能 尽管甘地其实没有金钱 战舰 士兵 合作战资源等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工具 但他比同时代任何人都更加善长 运用自身潜力 甘地没有钱 没有家 甚至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但就是拥有力量 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力量的呢 这种力量是他根据自己对信念原则的理解创造出来的 他不仅创造 了这种力量 而且通过自身才华 将这种信念注入二亿人民的心中 在信念的影响下 甘地做到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通过士兵和武器 没有做到也永远做不到的事 他成就了惊人的伟业 十二亿人的心井井 聚在一起 像一颗星那样坚强团结 除了信念之外 地球上还有石磨利 量能做这样的事呢 20世纪中叶 马丁 路德 经凭借对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尊严的深深性 念 将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 持不同信仰的所有百姓汇集在一起 为真 取名权而英勇斗争 他梦想人不以肤色论优劣 只以人品分高低 这一 梦想虽然没能完全实现 但是他的奋斗和牺牲 却推动公民的人生权利 得到极大改善 并激励人民为更充分的自由而战 获得全人类的幸福与满足 这是我们未来的奋斗目标 实现这一目 标识 经济与社会将得到极大发展 与过去人们从未实现的功绩相比 这一目标能够将信念和个人利益与努力劳动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能更有 效得实现更大目标 经营事业需要信念与合作 鉴于此 不妨分析一个事例 相信大家 既有兴趣 对大家又有好处 这个事例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企业家和 商业巨头积累巨额财富的手段和方法 那就是 付出才有收获 用来证明这一观点的事例要追溯到1900年 那时美国钢铁公司刚刚 成立 读这则故事时 只要牢记以下基本事实 你就能懂得想法是怎样 变成巨额财富的 首先 美国钢铁公司这个工业巨头最初以一个想法的形式 酝酿于 查尔斯 M 施瓦布的头脑中 而他完全是通过想象力形成这个想法的 其次 他将信念与想法相结合 第三 他制定了一个将想法转化成客观 财富事实的计划 第四 他通过在大学俱乐部的精彩演讲 一步步将继 华富朱实施 第五 他通过意志力来贯彻计划并坚持到底 并用坚定的 决心支持计划 直到计划完全实现 第六 他用一种对成功的炽热欲 望 为迈向成功做好了准备 如果你总也想不通巨额财富如何积累 那么美国钢铁公司创办的故 适应能给你一起发 如果你还怀疑人是否真能通过思考来致富 那么这 各顾适应能帮你消除这种疑虑 因为你能从本书的描述中看出 施瓦布 在美国钢铁公司的创立中 运用了13条元则中的绝大部分 纽约世界电信公司的约翰 罗尼尔曾生动地讲述一个想法具有怎样 的惊人力量 承蒙他的首肯 我再此复述一遍 价值10亿美元的餐后精彩演讲 1900年12月12日晚 全美80位金融金银齐聚位于第五大道的大学剧 乐部餐厅 准备为一位来自西部的年轻人截封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 他 们将目睹美国工业史上最非凡的一段插曲 J 爱德华 西蒙斯和查尔斯 斯图尔特 史密斯不久前曾经前往匹兹 报 期间受到查尔斯 M 施瓦布康慨热情的接待 为此充满感激 这次 安排晚宴 就是为了将这个年仅38岁的钢铁界人士 介绍给西部银行借名 刘 他们并不希望施瓦布将与会者吓跑 甚至还提醒施瓦布说 自命不 凡的纽约人心胸狭窄 不会对演讲有兴趣 他如果不想让私提李曼 哈 李曼和范德比尔特之流的人生宴 最好只说15横线20分钟的客套话 然后 作弊上官就行 连挨着施瓦布又边坐 仅想给他称称面子的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 也只打算停留片刻便离开现场 给宴会助助心 就算完成了人物 至于 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 则认为整个事件根本没什么非凡之处可言 以致 于第二天各种媒体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就这样 两个主人和贵宾像平常那样吃完了七八个菜 其间基本没 什么交谈 即便有 大家也都尽量控制自己少说话 几乎没有哪位银行 家和经纪人见过施瓦布 他的事业在梦农加西拉河两岸蒸蒸日上 而这 里没有人熟悉他 不过 就在夜以健身 众位贵宾 包括大赫摩根在 内 准备抬脚走人的时候 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婴儿 美国钢铁公司 正在母妇中孕育 这也许是历史的不幸 因为竟然没有人记录施瓦布的晚宴演讲 后 来有一天 他在芝加哥银行家召开的一个类似会议上 重述了这次演讲 的部分内容 再后来 当政府由于钢铁托拉斯问题提起诉讼时 他站在 证人席上又附述了类似内容 也就是这番话 促使摩根吉不可耐的在今 荣方面采取了一连串行动 不过 那次演讲很可能是一番 家常话不怎么合乎文法 因为诗 瓦布向来不愿为华丽的词早所累 到处充斥着双关羽 穿插着机制的 措辞 但除此之外 他还产生了一股让人战利的力量 对身价达五十亿美 圆左右的贵宾们产生了强大影响 晚宴已经结束 但是在场的人仍然成 罪在他的发言中 虽然施瓦布已经滔滔不绝地讲了九十分钟 摩根还是僵 这位演讲家请到了一个隐秘的窗户旁 两个人于是又坐在并不舒服的高 脚椅子上 摇晃着双腿聊了一个多小时 施瓦布的个人魅力 以兰公司 并与摩根一起创办了联邦钢铁公司 全国管道公司和美国桥梁 公司是摩根麾下的两家企业 而莫尔兄弟也放弃了火柴和饼干生意 创 办了极深缠马口铁 铁菇 钢板鱼一体的全国钢铁公司 但是 和安德鲁 卡内基麾下有53位合伙人拥有 并经营的旗舰行锤 直托拉斯比起来 其他那些合并的商业联合体只能是小打小闹 他们也 许能尽情合并 但就算全部加到一起 也无法撼动卡内基所在公司的基 处 摩根对此心知肚明 卡内基这个行为古怪的老苏格兰人也清楚这一点 从雄伟的斯基伯 城堡高处 他发现了摩根的小公司企图侵犯他旗下大企业的利益 他先 视觉的好笑 随后变一份填膺 当这种企图变得昭然若结石 卡内基的 气脑变成了愤怒和报复心理 他决定复制竞争对手拥有的每一家工厂 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对电线 管道 电缆或钢铁感兴趣过 而只是满足于 把原钢卖给此类公司 至于这些公司把这些原钢打造成什么形状 他就 不管了 而现在 有了施瓦布这位精明能干的重要助手 他可要好好的 让敌人吃点苦头 也就是在查尔斯 M 施瓦布的那次演讲中 摩根发现了解绝合并问 提的答案 一个没有卡内基参与的托拉斯 无论规模多大 也根本算不 上托拉斯 就像一位作家所说 葡萄干布丁里没有葡萄干 一样 1900年 12月12日晚的施瓦布演讲 无疑传递着一种暗示 尽管算不上保证 那就是卡内基拥有的庞大企业 可以纳入摩根麾下 施瓦布谈到了世界位 来对钢铁的需求 谈到了效率重组 谈到了专业化 谈到了废除不成功 的工厂 全力以赴发展繁荣产业 谈到了矿石运输中的成本削减 谈到 了行政管理部门要节约开支 还谈到了抢占国外市场 除此之外 他还告诉在场那些精明的投资家习惯性 奸诈行为的错误 所在 他指出 他们的目的一直在于制造垄断 抬高价格以及通过特权 为自己募取暴力 施瓦布以最真诚的方式谴责了这种做法 他对听众 说 这种策略之所以属目寸光 是因为他在一个市场急剧扩大的大背景 下主动限制市场 他坚持认为 降低钢铁价格可以创造一个不断拓展的市场 开发钢铁的更多用途能在世界贸易中攫取更多份额 事实上 施瓦布此时已经是现代大规模生产的倡导者 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罢了 就这样 在大学俱乐部举办的晚宴结束了 摩根回家时 还在思考 施瓦布的乐观预言 施瓦布回到匹兹堡 维安德鲁 卡内基金银钢铁 夜 尔加利和其他宾客则回家守着证券行情收发机 度日如年的盘算着 下一步行动 时间过去并没有多久 摩根花了一周时间 反复品味施瓦布放在他 面前的理由 大餐 当他确信采取行动不会造成经济上的不良后果时 便派人去请施瓦布 没想到这个小伙子却非常腼腆 施瓦布指出 卡内 基先生如果发现自己深信不疑的总裁 曾经与摩根这位华尔街头号人物没 来眼去 心里可能会不高兴 因为卡内基曾经下决心永远不再踏上华尔 接一步 后来 约翰 W 盖茨当了中间人 他提出 如果施瓦布 恰 出现在费城的贝尔维有宾馆 而J P 摩根也恰巧出现在那里 不 就能向卡内基交代吗 不过 施瓦布到达宾馆时 摩根却因病呆在纽约 的家中 于是 经不住这位长者的再三邀请 施瓦布来到纽约 出现在 这位金融家的书房门口 如今 有些经济历史学家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 即从这出 细的开 时到结束 安德鲁 卡内基一直在担任幕后策划 施瓦布赋宴 发表着 明的演讲 施瓦布与摩根这位金融大王周日晚间的谈话 一切都是这位 公于心计的苏格兰人事先安排好的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施瓦布硬要去 完成这比较一时 甚至不知道自己所称的小老板 安德鲁是否愿意听听 对方的报价 更别说卖给一群安德鲁认为天生就不怎么高尚的人了 不 过 施瓦布的却在谈生意时带上了安德鲁的旨意 那是安德鲁亲笔书写 的金额 在安德鲁的心中 这些金额代表着每个钢铁公司的实际价值和 潜在盈利能力 他将这些公司看成新兴金属业天空中不可或缺的药眼明 新 四个人整夜对这些数字载戏推敲 为首的当然是摩根 他坚信金钱 万能 与他一起的是势力的商业伙伴罗伯特 培根 此人是一位学者 也是个绅士 第三个人是约翰 W 盖茨 摩根曾讥笑他是个赌徒 工人 摆布的工具 第四个人便是施瓦布 他对钢铁的制造与销售过程要比当 实践在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更了解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 根本没有人对 来自匹兹保的纳比金额提出质疑 施瓦布说某个公司值多少 那么他就 刚好值那么多 他还坚持只肩并自己指定的那些公司 他构想了一个肩 并方案 在这个方案中 不存在重负设置 即便是朋友 如果想让自己 的公司从摩根纳后时的双肩上赚钱 这种预念都无法得到满足 就这 样 施瓦布离开时 已经完成对几个规模更大的公司的顶层设计 日 后 华尔街的商界精英对这些设计只有望而心叹的份了 天蒙蒙亮时 摩根站起来 伸了伸背 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你觉得 得能说服安德鲁 卡内基出售吗 他问 我可以试一试 施瓦布说 如果你能说服他出售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 摩根说 一切进展顺利 但是 卡内基肯出售吗 他要求的价格是多少 是 瓦布认为是3.2亿美元左右 他认为怎样付款才合适 普通股还是优先 股 先交保证金 还是现金支付 谁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 西切斯特市圣安德鲁干燥的高尔夫球场 一月份已经结上双动 安德 鲁和施瓦布在这里打了一场高尔夫球 安德鲁魂身穿着毛衣欲寒 而施 瓦布则一如既往的不停说话 以保持抖操的精神 但是谁也没有提生意 上的是 直到两个人来到附近卡内基温暖舒适的小别墅坐下时 施瓦布 才拿出在大学俱乐部令八十名百万富 温慰之神魂颠倒的雄辩口才和盘托 施瓦布先前提出的3.2亿美元座位基 数再加上八千万美元代表 至于单一机构统一管理之下 获得的这些财产价格预计就增长了6亿美元左右 换句话说 查尔斯 M 施瓦布的思想 加上他下决心将这一思想惯 输到J P 摩根以及其他人头脑中的信念 其市场盈利就高达约6亿美元 对于一个单独的想法来说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们并不关心这几个人在交易获得的上亿美元利润中各得到多少 因为这个令人震惊的成功案例特点在于 他鲜明地证明了本书描述的思 想观点的正确性 因为这笔交易完全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之上 此 Y 由于美国钢铁公司日后飞速发展 成为美国财力最雄厚 实力最强 大的公司之一 聘用了数千名员工 开发了钢铁的新用途 并且开辟了 新兴市场 因此 这些事实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思想的实用性 从而正 明师瓦布的想法所产生的6亿美元巨额利润已经到手 财富的最初表现形式竟然是想法 限制财富数量的条件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想法付诸实施的人 信念可以解除限制 当你向生活索取时 请将这句话牢记在心 记住了他 无论你想要什么 都能以自己提出的 价格如愿以偿 还要牢记的是 美国钢铁公司的创立者其实当时并无名 气 在孕育出那个著名的想法之前 他不过是安德鲁 卡内基的德利柱 瘦 然而 此后他却迅速登上了权力 生育和财富的宝座 信念怎样为人们带来数百万美元 又怎样帮助数不清的幸运而增长 财富呢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约翰 谭普里顿爵士一直坚信自己有能力 进行既合理又赚钱的投资 谭普里顿比多数人都更善长投资 因为人们 在投资时 往往根据自身情绪盲目投入 而不是以尝试判断位基础 他 觉得 通过运用自己的投资才能 不仅能向小投资商提供急需服务 而 且还能给自己带来滚滚裁员 为实现这一目标 他创办了一个共有基金机构 来管理别人的钱 财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因为共有基金当时还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 正是谭普里顿将他加以发展 使其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投资理念 之一 他回忆 在谭普里顿发展基金的第一次年会上 出席者只有约翰 谭普里顿自己 一位兼职员工和一个股东 为了省钱 我们将会议的 点放在 家常菜 饭店一位退休经理的餐厅里 谭普里顿基金 如今在全球拥有600多名员工 资产总额达360亿美 元 谭普里顿基金机构成为投资界第一基金团体 正是这众当之无愧的 声望带动了他的大发展 40年前谭普里顿发展基金的1万美元投资 如 金已经价值300万美元 1992年谭普里顿退休时 卖掉了他的谭普里顿团体基金机构 预计 为4亿美元 据他估计 除了自身功成名就之外 他还帮100万人赠 了钱 如果我们不承认限制 那么人脑的潜力就没有限制 无论贫穷还是富裕 都是思想的产物